你要跟我讲什么秘密吗 小孩子他会不会 可是他会不说话 他们需要的除了爱跟关怀之外 他们就是希望给他希望 安妮 抱紧紧 变早好 阿公好 看来 所以不及早吃晚餐 洗内裤袜子 善衣间全是孩童衣物 这里有4岁到18岁的儿童和青少年 育幼院是孩子们共同的城堡 育幼院的院童 大部分有父母酸亡的 还有一些都是父母酸亡都吸毒 现在都在监狱里面 有一些孩子也有受内的 也有受性侵的 原生家庭找不到爱 无莲花心疼着 我想他们需要的是爱 然后他需要你陪他玩 就是陪伴 凯凯四岁 澄澄六岁 他们都没有选择被安置到育幼院 小小年纪提早适应社会 个人物品自己整理 这些动作一旦学会就不会忘记 但寂寞的心并不是一次就能有味 等着晚上没有见 我就看大人 是哦 你晚上也会出来这边散步一下 他不说话就表示他不想谈这件事情 你就不用再去多谈 并且说你会在他的伤口里面 又去挖他的长巴 他已经结痂了 可是他会更痛 这一张 哇 你看窗户耶 自己的背背还有房间要整理 好 你看在这里表现很好 那你答应我的事情要做到哦 真的 你已经跟我该一张咯 莲花阿姨经常来陪伴 体察到心情不好的 她就说悄悄话 面对想比体力的 她也奉陪到底 用他们各自能接受的方式来关怀 我希望我们台湾每个孩子都很开心 因为你很开心 你才会有继续想要活下去的能量 了解孩子 照顾孩子 吴莲花平时的工作就是保姆 她还当过寄养妈妈 把孤苦无疑的小孩接到家里住 我会特别着重的孩子 最主要是我小时候是单亲 就是爸爸就是减肥收 我们之前家我们家就是弱势 那因为很多人的帮忙 吴莲花曾经是幼稚园园长 九二一地震正垮垮她的家 那一天她的事业也跟着化成灰烬 因为没有工作啊 还没有工作你拿来的钱 第一阵之后我就是家福的个奥 我们去领物资 我会看到别人的眼光就说 怎么那么可怜 就是那个眼光让我觉得 我不想让人家觉得我很可怜 她立志帮助别人 而且要让受助者带着欢喜受助 对 不要像他们的感觉 让我们我当初的感觉一样 我就让他们开心 满墙感谢壮小朋友手写的谢卡 都是她走过的足迹 我虽然不是有钱人 但是我可以像有钱人一样 去做帮助孩子的事情 稍微有空挡喘口气 她抓紧时间联系人脉 到处凑钱 我们的贫困的小朋友要坐高铁 要来找经费 其实我们的钱 大部分都是靠外面的人 没有成立基金会 有的只是一个讲人情 重诚性的公益平台 所有捐钱出力的人 都是因为认识她 不看她这样一个人 这样做我们也会不敢 因为她真的要对社会付出 不过没有人 把他帮三天也做无助的 也很辛苦 所以我们是说 我们有法 我们如果那个年纪 我们就帮他帮三天 回回社会了 平凡的人也能做不平凡的事 胡莲花串起社会各界的爱 堆叠成厚实的力量 用温暖拥抱 改变人心 抱一个 爱你 孩子的塑造性很大 你给孩子一个拥抱一个温暖 或许一句话会改变她一生 我爱你 那我们想要让她更大 我爱你 我爱你 你爱你